透过MRI和磁共振提供最清晰的肿瘤影像 协助医疗人员进行放射范围定位 精准放射治疗剂量 以有效消灭癌细胞 这是三种耗资5亿元 引进的全国第一台1.5T高阶磁症刀 能在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 全程及时监控肿瘤 可以说是放射治疗的最佳武器 事实上放射肿瘤的一个治疗 事实上对病人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 而且可以延缓 可以延长病人的一个寿命 这个是整个在放射治疗里面 一个治疗领域里面 非常突出的一个进步 三种放射肿瘤部主任林群叔 说明这套全民高阶磁症造影 及时导航放射治疗系统的操作原理 藉由精准定位并提高单次放射剂量 患者可以采取一到五次的短疗程放射治疗 并且透过监控及时调整放射范围 不但有效保护周围正常器官组织 大幅降低副作用 更能缩短病患来回奔波治疗的次数 特别适用于持症造影才看得清楚的肿瘤 例如肝癌 直肠癌 脑瘤 早期乳癌和 射副性癌症 它主要特色有几个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电脑断层导引 那这核磁共振导引是没有具有额外的辐射线 所以我们在整个疗程当中 可以及时的监控肿瘤的起伏 肿瘤的位置大小 那因为我们这机器也是这两年机器 所以集合最新的AI技术 我们每天可以重新制作 这个人化这肿瘤当天的肿瘤位置大小 来给予不同的剂量 那大幅减少治疗副作用 那同时因为我们可以治疗的当下 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目前的核磁共振 跟电脑断层相比的话 对于很多结构 包括脑部 包括射护线 胰脏等等 都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看得更清楚 相对就治疗得更清楚 三种放射肿瘤部组织医师 书役副透过手中的硬币 进一步说明这台1.5T高阶持症刀的精准程度 我们现在可以用即时监控 看到这个肿瘤在那里 然后直接做照射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的肿瘤来说 大概就是希望在两mini左右 在国外的专家的研究当中 甚至希望说完全都不要加任何 所谓的这个叫做操作性的误差 叫setup error 因为就是其实在对位上 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所以因为照射的范围变小 那导致说我们的副作用可以降低 三种放射肿瘤部主任林荀书透露 10月底这一套机器设备将再次进行升级 新增及时持症噪影监控 搭配呼吸杂控放射治疗技术 可以进步治疗肿瘤会随着呼吸移动的癌症 例如肺癌肝癌肾癌等 加会更多癌症患者 我们在这个月底会升级呼吸杂控的技术 所谓呼吸杂控就是说治疗当下 我们治疗那一二十分钟 如果肿瘤随着呼吸 肿瘤落到我们治疗区块 机器才会启动我们治疗疗程 那如果肿瘤因为呼吸 远离我们治疗区块 那我们机器会自动关机 那同时核磁功能即时还在监控 监控到肿瘤又落到我们治疗区块 治疗机才又启动重新再做治疗 那这样虽然说可以 可以大幅减少我们治疗副作用 可是也会增加我们治疗时间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